嘿,大家好,我是野王,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開箱易紋路 這次我們來開箱和上手,來自英特爾的750固態硬盤 之所以買這個東西,是因為前幾天在手機上面刷他淘寶的時候 忽然看到在首頁他給我推薦了一個全新的使用MLC顆粒的固態硬盤 而且是1.2TB容量,卻只需要950塊錢 要知道現在已經2021年了,TLC顆粒已經全面佔領了固態硬盤市場 就連使用QLC顆粒的660P都已經成為了某些品牌的筆記本的祖傳固態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還能買到全新的,使用MLC顆粒的SSD就非常的神奇 所以我就給它搞了回來 而且這個SSD是走PCI通道的,速度和常規的M1M1固態差不多 所以950塊錢買1.2TB容量的話也還說得過去 基本情況介紹完,來開箱 經典的這個英特爾企業固態的這個包裝盒 雖然這個好像不算是企業固態 財品有愛佈置說明書,而且是簡體中文的 這玩意莫非是國行? 然後把這個真正的包裝盒拿出來 全身上下都是英文 只有這個地方用中文寫了保修時間 從封條來看應該是全新沒拆封的 這個包裝也像是英特爾的贈品 好,繼續開 英特爾750系列的1.2TB容量的固態 這一個是2.5吋的這個硬盤的規格的 然後下面呢,它是一條U.2轉M.2的這麼一個數據線 英特爾750固態它的2.5吋版本 使用的是一個叫做U.2的接口 要使用這一個接口才能獲得PCIE的帶寬 但是呢,現在的主流主板基本上已經不配U.2了 所以它現在有這麼一個套裝 一個這個750固態 然後送一條使用U.2接口 轉出常規的NVM1固態這個接口的這個轉接線 這樣你就可以比較方便的使用在現在主流的主板上 可以用在一般的電腦上面了 幾顆螺絲,光盤 雖然還送光盤 以及一個多語言的教你去哪裡下載說明書的說明書 好像現在都配這個了,沒有了 好,再把這個SSD本體拆出來看一下 正面就常規的這些序列號啊 參數什麼的容量是1.2TB 反面可以看到是這一個散熱片啊 估計這玩意的發熱量不小 側面的話作為一個2.5吋硬盤來說蠻厚的 估計筆記本比較難支持 當然筆記本應該也裝不了這個東西 這一個就是傳說中的U.2接口了 從頂上看的話 它有點像我們常規的這個SATA接口 再把中間的地方給連起來 也有點像那個服務器裡面使用的SAS的硬盤接口 不過仔細看的話在這個夾縫裡面 接口的另外一面其實還有一大堆密密麻麻的針腳 應該就是靠這些額外的針腳才能實現PCIe 3.0x4的代觀 我又仔細看了一下發現原來常規的SATA硬盤接口上面的針腳 這個U.2接口上面全部都是有的 而且長度什麼的也是一致的 莫非這個U.2它也能向下兼容SATA接口 從外包裝以及這個東西本體來看 我感覺它應該是全新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拆開看一下 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 會不會藏著這個U盤或者是TF卡什麼的 這個U盤的結構還有點複雜哦 它還不只一層PCB咯 這個大電容應該是為了掉電保護 這東西的設計非常的神奇 它用的是兩塊PCB 但是中間連接的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排線來的 它其實是一整塊的PCB 然後把中間這個部分削薄到可以彎曲的程度 然後這樣子折起來 哦這個設計真的是第一次見 如果英特爾可以更多的把這種創新的設計思維 用在CPU上面那就好了 這兩塊PCB的每一面都焊了有芯片 我數了一下 光這個緩存就有5顆 Nine的顆粒有32顆 我覺得這個東西的造假成本應該是不只950塊錢的 而且它送的這根線還要100塊呢 而且這兩個東西還是鋁合金或者鋁合金呢 整個看下來我覺得應該是正品 好來看一下這對芯片都是什麼東西 首先主控是英特爾自家的 和真正的企業盤P3700上面的是同款 緩存是5顆美光的512MDDR3的顆粒 合計容量為2.5GB 這個緩存容量還是有一點唬人的 閃存Nine的用的是英特爾和美光一起研發的20nm的MLC顆粒 有16GB和64GB兩種 因為上面有散熱膠所以我沒有繼續拆 看Nine Tech上面的分析應該是有接近1.4TB的原生容量 容餘量還是可以的 這個SSD是2015年上市的 但就算放到現在來看 這個配置也算是相當的豪華了 可以說是把企業級的堆料下放到了消費級平台 就是耐用度雖然比普通消費級SSD要強不少 但是比真正的企業級固態還是要低的 好,內部看完 那麼我們就把它重新裝起來 用軟件看一下它的實際情況吧 好,把這個東西接上電腦測試一下 它這裡還有一個單獨的SATA供電線 單靠M.2接口的電力還帶不動它 另外這邊就和普通的M.2硬碟一樣了 上個螺絲就行 OK 好,現在電腦已經開機了 這台電腦上面已經裝上了最新版的 Intel的固態管理工具 我們這個SSD已經識別了出來 就是我們新來的這位技術小哥有點太敬業了 直接幫我把這個SSD的固件刷到了最新版本 本來我還想著從這個SSD出廠自帶的固件 大致推斷一下生產日期 好,再後來我在包裝盒上面發現 原來是有標註出廠日期的 是2016年的7月 也就是說已經過了4年半了 當然能刷固件也說明這個SSD確實是Intel的贈品 同時這裡可以看到 剩餘的預計壽命是100% 據我所知目前P系列的企業 及Intel固態還不能清零 而這個750系列它和P3700用的是相同的主控 所以應該也是不能清零的吧 格式化之後的可用容量是1.09TB 然後接口的斜意是M1-M1 帶寬是PCIE3.1x4 這個看起來工作是正常的 通電次數只有5次 通電時間兩個小時 寫入量跟讀取量都是0 好,用這個Crystal Disk Mark測一下性能 直接跑最大容量的試一下 不會是多通道的MLC顆粒加大容量的緩存 這個性能還是相當給力的 已經超過包裝合成的標稱的2.4G的讀取和1.2G的寫入了 接下來我們進行一下連續的寫入測試 我們在另外一個M1-M1固態裡面放了800多個G的文件 有遊戲也有視頻素材 然後從這個M1-M1固態裡面 把資料烤到我們的Intel 750固態裡面 實際跑下來除了小文件因為固態硬盤的特性會掉速之外 大文件基本上全程都保持在1G的寫入速度 不愧是多通道的MLC 因為沒有SLC緩存這麼一個設計 也就沒有緩外速度這種東西了 全程都是保持著相同的寫入速度 烤完這800多個G之後 硬盤溫度最高的是在主控的位置 能上到48度 要知道現在室溫才15度 還是有點燙的 難怪要這麼大的一個散熱片 在硬盤的佔用上到了800多個G之後 我再跑了一下Crystal Disk Mark最大容量的那個測試 速度基本上一點都沒有掉 這個性能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用Crystal Disk Info監控了一下這個SSD的寫入量 在烤完文件之後這個數值的增加量差不多就是800來個G 也就是說寫入放大基本上是1比1 之所以看這個是因為這個固態的早期固件聽說有寫入放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寫一個G的數據進去 消耗的壽命會不止1個G 但是最新的固件應該是已經收好了 在英特爾的官網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750SSD的寫入耐用性是每天70GB 乘以365天再乘以5年的話就是差不多127TB 英特爾的750SSD的保修規則裡面有這麼一條 就是如果在5年裡面你的寫入量超過這個127T 就不保修了 當然它的實際寫入壽命是不止127TB的 根據我在網上搜集到的情況來看 750固態的推斷壽命應該是在800TB左右 我這一塊已經寫入了2TB的數據量 但是在英特爾的固態硬盤工具裡面看的話 剩餘的健康還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除非你是每天吃飽了沒事幹刪了血寫了刪 按照正常的使用情況來看它是非常難壞的 在網上我也有看到有個說法是750這個固態在寫入了127TB之後會鎖盤 但是我也在CHH上面看到有人說它見過寫了幾百個T的750 1.2TB固態 剩餘的壽命條還有很長很長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不用太擔心這件事的 好,那麼來到總結時間 英特爾的這個750 1.2TB固態的性能表現還是相當強悍的 雖然它的最大連續讀寫沒有現在的PCIe 4.0固態還這麼快 但是它畢竟是MLC顆粒 在大文件連續寫入以及高占用下的性能表現 還是要比TLC顆粒要強的 使用說明方面也是不用太擔心的 這也算是MLC顆粒的長處了 而且要知道我拍視頻一年下來也就幾十TB的素材量 我也不知道正常人要怎麼樣在短時間內把它用壞 這個東西真正要考慮的是在保數方面 雖然是英特爾的產品,但難免還是會有壞的嘛 我這個固態的序列號我在官網上面查了一下 它推斷的過寶日期是2021年1月22號 也就是沒幾天了 在國內如果你是想按照購買的日期進行保收的話 那麼得是正規渠道的國行產品 並且有發票等購買憑證才行 當然這麼一個不知道從哪裡挖出來的庫存產品 想要達到這個要求我覺得還是比較困難的 我看了一下我購買的這家店鋪的描述 它也是提供三年的電保 這個售後條件肯定是要比大品牌正規途徑的SSD要差一些的 目前比較好的PCIe 3.0的M1固態1TB 大概是賣900到1000塊錢這樣子 所以950塊錢買1.2TB容量的話雖然有一點香 但我覺得還沒有香到能衝動消費的程度 這個英特爾750固態我覺得更多的還是適合 真的在性能和可靠性上有這麼高需求的用戶 或者是之前沒有玩過U.2硬碟想玩一下的人 對於普通用戶來說我覺得推薦度就相對比較一般了 畢竟TLC固態其實也是挺難壞的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希望觀眾再點一下訂閱那就更好了 好,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翼,掰掰